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16日 禮拜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城中熱話 首先有片 話說有個人搭的士 估計他想搭霸王車 整個過程有片有真相 叫他留電話不滯留 身份證又說沒帶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看看片 另邊廂有娛樂新聞 捕捉到紅金寶大哥和太太一起去大排檔 非常貼地 不少影迷都尊敬紅金寶大哥 最新的近方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廂也說說有個人考車牌 結果肥佬 然後他和運輸署上訴 即是說期間有一個錯誤涉及衝燈 他上訴成不成功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犬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個港男疑似假扮無帶錢 搭霸王的士 打算用一樣東西來抵押下車 結果被醒目的司機一秒KO他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有網友發布了一段 的士裏面的車鏡片段片場約莫三分多鐘 這輛的士到達目的地過後 後座的港男乘客的士司機表示 等一等 司機就在這裏等一等 司機於是問 等甚麼 男子一面誠狠地說 我上去拿錢給你 司機大哥可能遇過同樣的事件 但又被人走過數 於是想起被搭霸王車的回憶 於是一秒就立即回對方 他問 當然不行 你放下電話就可以 但男人就說 電話不能放下 不可以作抵押 因為要回家打電話叫人開門 司機大哥這個時間大概已經確定對方打算回答霸王的 所以再要求對方放下身份證 不過男子又說 身份證沒有帶出來 司機就直接開口拒絕對方的要求 說 當然不行 大佬 甚麼都沒有 你走了去不回來那怎麼辦 不過男子就表示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在接下來的影片內容多次表示自己一定會回來 電話又不能放下 亦說沒有帶新聞證出街 只需要給他3分鐘 回到家拿錢就可以 但的士司機是直接鎖上車門拒絕被港男下車 表示 個個都說不會走數 個個走路都說不會走路 亦說你未試過我就試得多 不如電話我幫你打吧 亦說不是3分鐘的問題 你不下來我怎樣找你 這位港男被拒絕後再表示 不如我放下銀行卡 即是當是抵押 的士司機再冷靜地以一句KO對方 當然不行 銀行卡值甚麼錢 你之後報室也可以 網友看完我影片後就激讚的士司機的立場清晰 態度十分正確 影片當中沒有任何的粗言諱語 不過冷靜而又有內心地逐點KO這個港男的無理要求 網友亦表示從影片當中觀察得到對方是擺明想走數的意圖 我沒有試過 我試得多 拿給你一個電話 拿給你吧 你不要說沒電話 放這張銀行卡給你 不行 銀行卡值甚麼錢 你報室也可以 各位網友看過相關內容短片的截錄 這位的士司機 網民就力讚 說非常有條有理地跟對方說 對方無論提甚麼要求 他有一個反要求 而對方完全是答不上嘴 叫他留下的電話 不行 要打電話 留下身份證 不如留下銀行卡給你 不行 你等下走了一樣可以報室 結果估計那個人都鬼鬼祟祟的態度看來想走數 之前都試過不少的士大哥開車期間 有些人去到目的地達然之間奪門而逃都有試過 這件事就上半集未知會不會有下半集的影片流出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娛樂新聞 根據HK01的報道 紅金寶和太太食大排檔 低調又貼地 57歲的高麗熊 完美則眼 氣質出眾 報道的流文是這樣的 2年71歲的紅金寶 在影壇被專稱為大哥大 地位甚高 但私底下的他毫無格子 不時都會被捕獲 親自到街市買菜 十分貼地 日前有網友在一間大排檔偶遇紅金寶和他太太高麗熊 片中所見身穿格仔衣的紅金寶大哥打扮樸素 並將拐掌隨意地掛在大腿之上 而身穿藍色衣服的高麗熊 就坐在紅金寶的對面 似乎正在用電話 雖然只見到他的側面 但仍然見到他的五官是立體精致 皮膚緊致 氣質出眾 以上來自HK01的娛樂新聞報道 亦有照片看到紅金寶大哥的近方和他的太太一起去到大排檔 大家知道以往紅金寶大哥除了在電影上有輝煌的成就之外 不時都為香港人說話 之前試過訪問他在疫情期間的時間 對政府防疫措施的看法 他真是一句不饒人 一句就說有很多人失業 政府為他們做過甚麼 當時有很多港人看到也覺得大哥願意為香港人說幾句話 近方非常精神 我相信各位網友看到相關照片 都可以知道紅金寶大哥的近方 繼續在香港笑傲江湖 亦希望不知稍後有沒有更多電影作品 可以和港人分享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考車被指充燈肥佬 學臣向運輸署上訴 揭發沒有通知被改成績過後這樣處理 報道的來問是這樣的 各位學臣就在Facebook分享校車經歷 指在上個月第一次在元朗工業村校車 期間考官指他在福喜街和福雲街交界的臨時交通燈 沒有看對頭沒有車就直接轉進去 嚴詞質疑他衝燈 所以直接判以不合格的成績 事後學臣對成績感到苦惱 就說這個臨時燈我練習了幾十次 也沒有其他相同上訴案例可以參考之外 很大的原因是我不敢一口質疑運輸署考官的專業判斷 考慮多時決定向運輸署提出上訴 申請考試結果覆核幾天過後 學臣即獲調查主任回覆指 咦 成績都是獲判不合格的 不過我見考牌官 在考試之後將你三個大梯改成一個大梯 這個時候學臣才發現 考官竟然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 更改他的成績 就說真的很驚訝 因為意味著考牌官在考試之中判斷是有問題的 學臣於是再申請索取這個書面報告 其間也曾經提及有意再向其他政府部門申訴 調查主任聽到過後就指 需要用多幾天時間處理 其後就通知他有關的衝燈判決改為全疑 因此他可以獲得一次免費重考的機會 他再向調查主任確認 考試期間在攝氏燈位並不存在衝燈的問題 不過另一個大梯的錯處就未有證據能夠推翻 因此仍然要重考 覆核結果出爐過後 那位學臣就直言 慶幸有尋根究底為自己討回公道 同時質疑運輸署為何可以在沒有通知 考新的情況下更改成績 就說 在未調查之前原來已經更改成績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若非我主動覆核也不會主動通知我 我手上的成績單原來和系統內的記錄都不一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比較少見 有個考新考車肥佬 結果就去上訴 其間有一個重點 就是在一個臨時的路口過的時間 竟然批評他是充燈 但原來他練習了很多次 那個位是一個臨時改道 按道理就不存在 充燈的情況 上訴後發現那個情況真的可以推翻 不過另一個錯處就無容推翻 不過在上訴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成績曾經被改過 結果不講不知 在沒有通知考新的情況下 他的成績原來真的被人更改過 就認為這些情況若然不跟進 不上訴 不揭發的話 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